第二试题 关于元素周期表下列何者正确 A 门德列夫将当时已知各元素依照原子序大小排列而成周期表 这个是错的 门德列夫所排的周期表是根据原子量 原子序是现代周期表的排列方式 选项A错误 选项B 第一竹的金属为碱金属 质软 活性大 在空气中易失去光泽 因此通常保存在水中 这个是错的 前面说的碱金属 质软 活性大 空气中易失去光泽都是对的 旧课本写要保存在石油中 现在课本写要保存在矿物油中 就是要保存在油里面 选项B是错的 选项C 第二竹为碱土金属 放在水中可使分泰级10月40层红色 我们把我们的碱土竹融与水 然后呈碱性之后 分泰会呈红色 可是虽然是会呈蓝色 所以选项C是错的 选项C第二竹有八个元素 我们每一个横排 横列 叫做一个周期 所以这个叫做所谓的第二个周期 我们数一数 但它有八个元素是没有错的 所以选项株是对的 因此第二次提问我们说 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株 第二周期有八个元素 这是株